汪小菲和狗仔的战争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 格斯奇不只丢造证实汪的后宫嘉丽一堆 还爆料张盈盈的好车跟房 是用一条小生命换来 没想到一日晚间 网路上又出现一位自称是张盈盈的同学 爆料她就是个狠角色 专门利用堕胎来向南方获取利益 一名叫做素颜7252的网友 在微博发出长文揭露张盈盈的黑历史 文中指出张的身份证改过年龄 她对外宣称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其实是花钱就能进去的进修班 而她曾在一处酒吧表演跳舞 被一位有老婆的老头向重 以每个月十万人民币包养 后来又被送了一辆人民币八十多万的汽车 而在包养期间她怀孕过也流产 南方因此给了她一笔钱 或许是长到怀孕流产就能获得利益的甜头 在汪小菲身上也从事故技 原po同批张盈盈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来谋取暴力 是个狠角色 不过张盈盈怀的孩子真的是汪小菲的吗 不晓得 这个大爆料瞬间在微博先起讨论 有人觉得张盈盈太可怕了 果然不简单有手段 汪就是绝配 但也有汪幼质疑造谣一张嘴 麻烦拿出实际证据啊 原po则在留言处发毒事 如果有一句假话就让我活不过今晚 对此张盈盈亲自发文驳斥 目前网记网路上以我同学身份发表的全部言论 均属于明目张胆的造谣污蔑 部分人为了引头小莉不惜恶意捏造事实 她强调目前已经委托律师团队 要针对造谣文章的编造者为全诉讼 随后更在留言区案子自己遭到陷害 怀疑是有人正在转移注意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